好 各位观众 请你来关心520新政府上任之后 今天是新任的教育部长 郑英要来到立法院来备询 不过他也被问到今天首次出登版的处女秀 心情如何 马上带你来听稍早他的最新手法 非常奇妙的一个 对我一个学教育的来讲 我想我们大家 包括我们今天所有的媒体朋友 我们都一直期待 台湾的教育会越来越好 也希望能够有更好的人才的一个 培育的机制 这都是我们共同农业的目标 我想我们非常高兴的 大家来共同思考 稍早先要抵达委员会的时候 是先行签到跟委员 还有其他的官员先打了招呼 博被问到了 最近立法院在审蓝白国会改革法案 光是在上周五部分 有多达十万的民众 是走上街来表达诉求 面对这样子的上街表达诉求 郑英要他怎么看的呢 马上带你来听 我想青年参与 这一个国家或者公共事务 我觉得那是应该被鼓励的 那当然我也利用这个机会 年轻人在许多的公共事务的一个参与 当然很多的时候 我们也要注意到 人生彼此的一些尊重 跟安全上的一个维护 我想这是一个 在参与公共事务里边 一个非常重要的 怎么样让自己也尊重别人 在表达许多多元不同的声音 那基本上就是民主法治 真谛 我想我们学会 尊重不同的声音 也适度的透过参与去表达 个人对许多国家的一些发展 我想这是有价值的 面对这样的公民运动 其实郑英要就表示 里头非常多不同的声音 大家应该要语语尊重 我面对于民众走上街头的部分 郑英要则表示相当值得鼓励 以上是在立法院最新